影响的中心,不响哭中心 黄俊雄布袋戏六合系列经典人物在线江湖 2024传艺中心看家系剧展 金光布袋戏与真武洲掌中剧团将带来六合群侠传无界之药 以人间国宝黄俊雄成名之作六合三侠传为敌本 在线大师内台时期的辉煌经典 这一出戏我们是经过诚挚的谣言 然后要向国宝大师黄俊雄大师致敬 因为各位我们大家都知道 民国五十九年三月初日 黄俊雄上台式演出了《分酒台路减几条》 黄俊雄就变成布袋戏的代名词 那么其实台书有两出戏可以号称神作 所以我们今天要推出的不是实验文 我们今天要推出的是六合三侠传系列 今天是要叫做六合群集团 表示没有三夹 很多夹 这些夹除了挂头牌的六合群集团 跟三夹天生散人 老伙生 买枪生 还有最重要的毕章 如初跟演技后 还有很多你想不到和想不到的神秘嘉宾 在这一出戏共同的展现 我们这一出戏最主要是要回顾他一个 台书在那中电视 以前在来台的红菜 爱他的光华 今年传艺中心特别邀请 彰化师范大学台文所 吴明德教授担任策展人 以情艺守护为主题 邀请小金之歌剧团 明华园黄字戏剧团 行传歌仔戏剧团 台北木偶剧团 以及金光布袋戏 与真武洲掌中剧团等团队 演出最具温度的作品 接力展现不同的情艺面向 看戏是天赋人群的事 以前的人 以前的普罗道说 有可能没机会去好好讨论 但是他们最重要的要去 妙团身免生意的时候看戏 到现在这个传统还要维持掉了 是说有些改变 我以前也是看戏团队大人的 我在那时候你看戏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传统戏剧团里面 如果铺演情艺守护这些 相关的情节或者桥段的时候 我都感觉股内沸腾 整个都热滚滚 我觉得这是最动人的一个情节的演出 我经常跟你说 很多人没有理 但是妙团就是社区大学 他们在社区大学 最后的中校 设计的戏团的情节 人情世俗就要怎么去稳转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铁蛋 也就是一个定居的铁蛋 也就是戏团育教娱乐 这个教育里面最有效的手段 小金之歌剧团来自台中 成团也六十几年了 他今天要演的戏团就是 《校议双全徐述》 这出品是来自 编导演医生的吕琼吴老师 因为那以前叫做徐述下山 那么我们以前都了解 有沃农孔明嘛 红柱绑通 徐述 我们的概念 我们的印象是说 他就很幽默 他说有时候人不幽默 这边我们是要诠释 那个年轻版的徐述 他自勇双全 那孝顺一以贯之 台北木偶剧团 他要演出 这个故事是来自《封建春秋》 我们知道《封建春秋》是一个神魔小说 里面表演是大概以孙兵为主角的故事 我们一般看传统议剧团 孙兵大部分就是你救人的 还是你排难解忧的 这出品孙兵要让他救 所以我告诉你这出品最主要普遍的叫做 抢救孙兵大作战 他要来诠释 大家是要怎么来改救这个孙兵 这里面的情意跟守护的情节是非常动人的 新团歌仔戏剧团 他要演出的《三宗出事》 那么这出品其实它的原型故事 来自《西游记》的第九回 但是我们台北人看《西游记》 第九回可能都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我们都会看他有三宗 带他的三位歌读 怎么去出京 里面历经了81难 但问题 人家里面有什么 玄奘大师的出事 他的出事我们感觉你看 但是这在以前你演的时候也很精彩 一个回幕要铺延成两个多小时的戏 说起来这要加油天出 这里面有很多曲折离奇的故事 也是希望各位可以进入剧场来看戏 这个《真假皇后》是陈胜国老师 在四十年前在高雄变的一个经典戏剧团 就是在宴上宋仲赵真皇帝 有这边去访查民情 坠入一对 人生姐妹花的情爱风暴之中 到最后是要带这些 还是带到妹妹 扑朔迷离 而且错终复杂 错终复杂到什么程度 要叫开封抚引包青天 来清关断家务事 因为这个家务事还涉及国家大事 所以这变成家事国事双重奏了 传艺中心主任陈岳仪表示 藉由看家戏在线剧展 挖掘传统戏曲中 最能展现一诗具意精髓的戏出 结合当代剧场创作与制作思维 让传统老戏在当代意义生辉 传艺中心在创新的过程中 绝对会想到 传统戏曲最经典最经典的 就是看家戏 所以在我们在追求新编的过程中 我们对经典绝对不会放 也就是对歌仔戏最深的精髓 我们会掌握得很好 而且我们也会透过各种的方式 典藏也好 推广也好 让大家看得到 经典的这个戏曲的精华 也让大家认识经典之后 爱上新编 或是爱上新编之后 更爱上经典 我想这是相等一张 那也是我们国内传统艺术中心 所应该努力以赴的一个重任 2024传艺中心看家戏在线剧展 将于6月29号到10月14号 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 邀请戏迷们前来欣赏 感受传统戏曲 质朴却深刻的情谊世界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